台东市民代表会第十三届第四次定期会于11月4号上午 由代表会主席胡中南主持开幕 会期十二天 预备会议中文任务好希望代表 我们平时的理性文证 我是本位的监督制 预备会议中讨论议事日程 通过洪瑞隆代表提案 将11月4号5号两天下午 原定分组审查议案的议程 变更为市政考察 其他议程排定如下 11月5号上午进行市长市政总报告 各客市及附属单位工作报告 上次会议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 11月6号到8号 11月11号到13号 进行市政综合质询 14号审议台东市114年度总预算案 以及附属单位预算案 15号继续审查预算 讨论市公所提案 讨论代表提案 讨论人民请愿案 临时动议后闭议 会议中并通过台东市114年度总预算案 及附属单位台东市果菜市场114年度预算案一读会 台东所在 中华报导 内容 立正